我一定要给你们解释一下 你们有看过我前两天 挑战重庆令牌石公路吧 然后有很多人说 我在开的过程中 把这个车蹭了 说我之前有讲过 如果蹭一点 我就把那个车买了 是不是特别想让我当车主 但我今天一定要解释一下 车肯定会买 因为我们买来 想跟小米苏T做一个深度的对比 但是蹭这个东西 我绝对是不认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们可以看原视频 我是一把头 从山下面到山上面 都是没有任何刮蹭的 因为蹭的话 一定会能有感觉到 只是说我第一次 从发车区开到山顶 太顺利了这样吗 几乎它转眼半径很小 然后带后路转向 框框几个 就主要技术摆在这边 不可能蹭 我把这车开上去之后 拍一结尾 我中间就中场休息了 有别的媒体 还有当时的自己工作人员 去使用这个车辆 最后发现我们的机械摄像机 无人机 拍出来的这个影像资料 没有架好机位 我再去做一遍 令盘石公路示范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蹭了 我希望是自己的工作人员 还是另一位媒体朋友 谁蹭了 可以踊跃地站出来承认一下 但绝对不是我 请相信我的技术